今天情人节啊 趁着别人去过节 咱们偷偷更新啊 经验所有人 趁着那些菜鸡们去过节啊 我跟你们 对吧 说一下这个下版本强势打野 猴哥肯定有一席之地 昨天我就说了啊 这个打野猴子 首先啊 这皮肤要穿上地狱火 这样显得有意识感 装备的话 我们选择第一件三项啊 打野的话 三项前期对脆皮的伤害高 并且这个刷野也快 然后第二件呢 我们出冰心 冰心这个版本啊 不对 上个版本 加上之后啊 我感觉非常适合这个猴子 猴子出完之后 你的这个甲身 知道吗 别人打你的甲身 也会减少这个攻速 所以说打穿的时候 猴子 对吧 能用一个甲身 骗对面那些AD 或者是攻速型的英雄 打你的甲身 也可以减少对面的攻速 所以说 这个猴子我认为啊 非常适合出这个冰心 而且我们第二件出冰心的时候 对面AD肯定没有出穿甲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他脸上 随便的跳 打不死咱们 另外冰心的这个 这个减CD啊 对咱们猴子的话 也是非常有用的 然后第三件的话 我们就出日野 日野这个装备 虽然他没有护甲 只有生命值和CD 但是他的被动很适合猴子 因为猴子是一个打持续战的英雄 因为他被动的缘故 知道吗 猴子 叠满被动 再加上这个日野 伤害不是一般的高 然后第四件的话 因为前面的三件啊 是固定的 然后第四件的话 我们随机应变 对面要是对吧 AP伤害高 你出隐魔刀 如果说没有AP伤害了 那你就出个血手 反正最后一件的话 补杀复活甲就可以了 服务的话 征服者残暴 犀牛角 灵光披风 反正我是很喜欢戴灵光披风 因为惩戒的话 配合这个大招 加速非常的快 这套出装的话 是目前比较均衡的出装 我用的比较好用的 以前的话 我也教过你们这吧 猴子顺杀流 就是出那个螳螂的装备 带电行 那套出装的话 打脆皮啊 有奇效 但尴尬就尴尬在 你打掉脆皮之后 对面塞的不是脆皮 对面塞的可能是打野 或者是上路的战士 这导致你很难受 你秒掉脆皮 没有用 所以说我建议 上分的话 还是用这一套三项冰性猴 前期战斗力高 中期还肉 我们进团的时候 可以在草丛里先猫子 然后出去的时候 溢过去 然后W跳回来 把一个甲猴留在原地 这样的话 对面AD很有可能 会疯狂凭A那个甲猴 然后减少自己的攻速 因为猴子的话 在这个手游里 有一个天生的优势 就是手游的这个判定 对面即便 是知道了这个是甲猴 但他只要点攻击键 打的还是甲猴 尤其是团战非常乱的时候 知道吗 因为团战很乱 他这个对吧 左洞滑定 很难锁到 除非他用的是平板 手机这个屏幕很小 团战的时候 你猴子对吧 你开个假身 在里面打架 即便对面看到了 这个是真神 那个是假身 但是因为假身的学量少 所以对面点普攻 还是打你的假身 所以一般手机玩家 对吧 很难反制猴哥 毕竟手机屏幕小 说的没那么准 当然要是平板的话 那可能简单一点 这边对面中也过来了 我们直接EQA 然后大招 配合我们家的Michael 直接把这个原格做掉 因为前期 咱们这个战斗力很足 所以说 尽量去让队友 跟咱们一起 打这个小团 大家都知道 猴子前期这个素质 你或许说 他伤害不是很高 但是他的这个伤害 搭配这个回血 就很离谱 前期这个回血 说实话 相当于抵消对面 一个技能 所以打这种2位2 3位3的这种小团 猴子是非常强的 尤其是出完这个兵型之后 我们可以无脑冲对面AD 因为这个时候两件套 发育的好的AD 也就两件套 两件套的话 是没有穿甲的 顶多一件蓝切 一件攻速装 再加上 我们这个冰心 能给它减36的攻速 对吧 它连A都A不动咱们 然后这个团战的时候 我们先过来之后 十指档装的人 我们跳棍上来 然后直接一技能进来 敲一棍的强个人头 其实这一波的话 想冲后排的 只是这个阿克上 直接把队友卖了 跑得很快 但这边的话 我们直接越他 猴子这个英雄 说实话挺克制截的 因为截大招落地的时候 必备即飞 然后对面这个阿克上 你也可以看出来 A不动我 因为阿克上本来就没出攻速装 所以被我减少了36的攻速之后 基本上A不出来 然后我们在高地上等W好了 直接跳下来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神飞的话也是可以出 当对面的阵容实在是很肉的时候 可以出神飞 只是神飞的伤害对于前期来说 他的这个伤害确实不如三项 而且他那个回血的话 就怎么说呢 因为猴子这个QG的回血本来就很高 其实也就是前期的话 并不差神飞那点回血 反而用三项对吧 提前把对面脆皮秒了 更好一点 反正更有取舍吧 你先用这套装备 你试一试顺不顺手 没有最好的装备 只有最顺手的 像我以前就玩猴子 对吧 带电型出穿甲的那一套 那一套更猛 对吧 秒退别的话只需要隐身过去 对吧 EAQ直接秒 所以说你感觉对吧 对面这个阵容 什么样的出装好用 你就出什么样的 没有固定的 只是这个比较大众化 你要是刚入手猴子 搞不明白这个猴子 对吧 到底该根据对面这个阵容怎么出 你就三项冰心就完事了 哪怕你对吧 再怎么捞 打团战的时候 你进去当个脚屎棍 团战里击飞几个 然后配合这个冰心 减一下对面的攻速 然后日盐烫一烫 那伤害也不错 而且这个冰心加日盐的这个特效 在猴子的脚底 你可以看 非常的好看 颜值及战斗力 知道吗 这个 反正我觉得挺好看的 所以说我喜欢出这个冰心加日盐 反正下个版本 对吧 毒流英雄都削了 而且根据这个削的力度 可以看出来 设计师是想把这两个英雄 敢收野区的 所以说 既然没有那么bug的英雄了 那就玩猴子 猴子挺强的 对吧 机器锅王暖杀 有时候这个思路要转变一下 就有时候猴子的这个大招 不一定 就是必须得往对面 人身上转 你可以用这个大招来拉持 就你可以W隐身过去之后 EAQ打一套 然后大招击飞往后面拉 然后拉开之后呢 等技能好了 再EAQ打一套 再大招击飞往后面拉 知道吗 把大招当做一个击飞之后 主要在玩意简单 上手快 而且强度也不错 所以下个赛季的话 你们可以去玩一玩 猴子真的可以上分的